如果你的弟弟在学校被人欺负你该怎么办 而这个女孩的弟弟就是在学校被人欺负 于是决定给弟弟报仇 而这边的校霸却在还开心的游泳 完全不知道自己将要大难临头 只见女孩不紧不慢地走进了泳池馆 他们几人还在嘲笑女孩比他弟弟长得好看 女孩说等下就有他们哭的 只见女孩手提两袋狮人鱼 随后便不紧不慢地松开了双手 他们想要逃跑 可哪里有狮人鱼跑得快 此时的水里已然乱成了一锅中 原来就在刚刚 女孩发现弟弟更衣室的门上被画满了小猪佩奇 等打开柜门却发现弟弟被五花大宝的关在里面 并且嘴里还被塞着一个西红柿 女孩问弟弟怎么回事 结果手刚碰到弟弟的手势后 脑海里就出现了弟弟被人欺负的画面 女孩发誓一定要为弟弟报仇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那么问题来了 你想和这样的女孩做朋友吗